Hello, 歡迎收看酒瓶故事, 我是Gary 今次跟大家說的是Food and White Pairing 既然說的是絕妙配搭 當然不會只是告訴你 紅酒配紅肉, 白酒配白肉這些行業 我選了五款, 自己親身試過 將它們一起放入口 是真正做到互補不足, 互相提升的效果 絕對是搭到八百聲 首先來兩個最經典的配搭 第一個先開一下樓灘 相信不少人都知道它們是絕妙的配搭 它們經典的程度, 就跟薯條要點番茄醬一樣 不過都要略略介紹一下 Chablis是在法國Burgandy 最不最良的一個酒村 用的蹄子是Chardonnay 看過我介紹八蹄子的影片 應該都知道Chardonnay是一種沒有個性的提子 所以那區的氣候是冷還是熱 讓酒師給它什麼Wildmaking 它就會是什麼風格 而Chablis, 剛才提過是一個比較涼的地區 出來的酒都是清新清爽 帶著白花和青蘋果的風格 而這條村最特別的是 它在幾百年前曾經是一片海洋 所以在Chablis的泥土上面 充滿著幾百年前留下的蠔殼 所以Chablis的酒基本上都會帶有少少咸香 一路都被認為是最搭山蠔的白酒 雖然這個結合本身沒有什麼科學根據 但是Chablis大部分酒莊做酒的方向 都是要跟所有種類的山蠔配襯 當你咬一口三蠔再咬一口Chablis 三蠔的海水味在Chablis的鹹香之下 出來的不是鹹上加鹹 而是變化到可以鮮到極致的鮮味 下次買蠔的時候 不妨去一些大型小小的超級市場 就不知道 又是另一個超經典的配搭 不過相比起剛才山蠔配Chablis 這個組合相對比較少人知道 雖然無論是鵝肝 或者是甜酒Sauternes 兩樣東西都不是平時大家會吃會飲的東西 但我都非常建議大家去試一下 眾所周知 鵝肝是一種非常肥膩的美食 味道非常濃郁 口感細滑 而且入口即溶 而Sauternes 是來自法國波爾多 一種得天獨厚的貴婦菌甜酒 有非常濃郁的蜂蜜和含浦的味道 當你以為要吃這麼油膩的鵝肝 應該配一些清爽些的白酒 或者香檳的時候 Sauternes告訴你 你錯了 它這麼豐富的味道 和鵝肝的獨有香氣撞在一起 就好像吃羊腩煲 鵝肝要點腐乳醬 Bailies要夾雪糕一樣 兩者激烈的碰撞 演化成美妙的時刻 加上葡萄酒自然的酸度 將鵝肝的油膩感轉化成 厚斷絲連的餘魂 對我來說 這個組合絕對是最高級的味蕾衝擊 好少人會想到吃蟹要配葡萄酒 其實上都是這樣 因為大部分白酒都是著重果香 和蟹肉的鮮味可以說完全不合 所以介紹的這兩款酒 基本上是完全沒有果味 應該不少人聽到這裏 馬上擾它出聲 沒有果味的葡萄酒 喝來做什麼 大家手安無躁 還記不記得 人們說吃大閘蟹最配的是什麼酒 就是花雕酒 花雕那種甘香醇厚 無論是大閘蟹的蟹肉還是蟹膏 都是襯到天衣無縫 不過漂亮的三十年花雕 肉跌到過千元 相比之下 Oloroso或者Juha黃酒 一般都是三百至五百這些價位 味道上 他們本身都被人叫做鬼佬花雕 堅果杏仁的香氣 少少山薑的氣色 又充滿菇菌的味道 和蟹肉蟹膏一拍 和花雕的效果幾乎一模一樣 蟹的甘香 在酒的加持之下 由原本只屬於味蕾的享受 十時間放大幾倍 佔據整個鼻腔和食道 不過Juha黃酒 在香港算是幾難找 太貴的時候 或者會有些連鎖酒店翻貨之外 其他時間通常都找不到 所以為什麼會提起 這款叫Oloroso的雪地酒 因為它在市場上 更加容易買到 好像Marks & Benzer 就長期有買 它們味道上的共通點很多 因為兩者都是屬於過度氧化的酒 背後的原因和釀造方法 這裡就不詳細說了 直接到家買隻蟹清蒸 再買一瓶Oloroso試一試 皮蛋一路都被人當是紅酒救星 當你開了一瓶覺得不太好喝的紅酒的時候 切一隻皮蛋就可以令到丹寧很強的紅酒變得更加Smooth 又或者令一瓶過色飲期的紅酒變得有活力 不過當你想皮蛋做回主角的時候 我會建議試試配一支 紐西蘭Mauble的Sauvinium Blanc 我明白很多人怕了喝它 因為它那一層夾襲著貓尿的草青味 不少人一聞到已經怕怕 哈哈 不過就是它這麼奇怪的味 偏偏跟皮蛋的阿摩尼亞味搭到絕一絕 雖然聽起來好像黑科技一樣 兩種鴨味拍在一起竟然可以互相抵消 然後將皮蛋的味道昇華做美妙的餘韻 還可以將Sauvinium Blanc本身的 啤梨和熱情果的味道帶出來 不過其實都沒什麼奇怪 因為平時吃皮蛋都會搭著酸薑一起 為什麼要搭酸薑 就是因為想用它那種激烈的酸味 去中和皮蛋的怪味 而Sauvinium Blanc的角色 就是代替酸薑之餘 再額外給多些清新的果味 而且重點是 這兩樣東西是非常容易在超級市場買到 如果你是皮蛋的愛好者 就快點買這對組合來試試 終於來到今天最神經的組合了 蜜樂雞的味道應該不用我介紹 那Armarino又是什麼東西呢 它是西班牙和葡萄牙交界 一種獨有的白提子品種 這隻提子最大的優點是 充滿甘吉、蝦蜜瓜、水蜜桃等等甜酸交錯的果香 口感輕盈、非常乾淨利落 通常都會建議用來搭配海鮮 不過我在一次機緣巧合的情況下 先發現這兩種看起來完全不配的東西 實際上是搭配到 Armarino 的作用 就好像不甜又清爽的甜酸醬一樣 比起甜酸醬更好的地方是 它將蜜樂雞變得沒那麼油膩之餘 還將外層脆皮的香氣供上臂康 還令蜜樂雞變得很juicy 我那次試完之後 不停向身邊的朋友介紹 每個人都 feedback 回我說很驚喜 不過我知道 Armarino 除了偶爾在大型的超級市場見到之外 在香港不是那麼容易賺 所以這次破例 將我當日喝的那支放在影片的描述欄裡面 都是那句沒有收廣告費的 所以如果你找到其他更值得的 就留言和大家分享一下 這次 Food Pairing 的影片 分享著這麼多 下次如果還試到有什麼有趣的配搭 先再跟大家分享 如果你心目中有什麼好好的組合 一定要留言和我說一下 如果喜歡這條影片 就給我一個like 不要忘記上次影片的giveaway 還有幾天就截止 我們下條影片見